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浦 我們今天繼續講一些關於香港的新聞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桑浦的頻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 以及利用supersetthanks的功能 thanks的功能可以贊助, 報告給本人, 多謝大家 香港警察國家安全署日前如同通緝8個人 其後再拘捕5個人, 5個人都在香港 完全都不是通緝8個人, 5個人都在香港 錢中資有很多成員, 林朗健等人 消息說他們涉嫌透過懲罰me的平台 賺錢支援被通緝者之一 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 我再在這裡講多一次 沒有這回事 他沒有支援8人中任何一人 也都當然沒有支援羅冠聰 直接間接任何資金支持都沒有 還有對他或者他的組織的支持都沒有 只虛烏有 這個叫做含血噴人 相當惡劣 其下更有報導引述消息說 警方正部署打擊黃色經濟圈 那不是說部署, 根本正正在打擊 如果你不相信, 你就知道例記怎樣要倒閉 是不是? 有很多黃色經濟圈只要是和 這個有關的人等有關係的, 就會說 共產黨, 你看49年之後的打壓歷史 都是逐層逐層的片 他不會一刻之間打完所有東西 這樣才會失去極大的恐慌 而剩下的人要確定他們被奴役 被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被嚇怕, 被凍嚇 自我審查, 不敢造次 這個就是他們的目的 而要造成這一點是要經過不斷的規訓與懲罰 不斷的奴役才能做得到的 所以他就先打地主, 資本, 地庫反華 然後標籤不同的東西在打 看上去要打你的 於是你咬哭冤, 覺得很冤, 也無謂 因為你之前被人打的時候 其他人被人打的時候 你沒有發過任何聲 這個就是以前說的一個艷語 一個說法就是 人家捉什麼人的時候 你不出聲, 捉到你的時候 你都沒有人再為你出聲 這個就是最大的嚴重問題 今時今日 針對通緝圓紅八個人在香港以外 我們應該要為他發聲 尤其是香港以外的我 更加有這樣的道德上的責任 為他們發聲 而同時我也希望大家知道 他們的打擊不會停止在這個地方 會不斷引向深入 不要以為復償 不會再打擊黃色經濟圈 你看到 共產黨的手法就是先打一套 然後找個人說些軟綿綿的說話 你跟大家說 不會的, 不會的 然後大家相信 又打你一個人 不會的, 不會 這些就是共產黨的這種 所謂騙術 我看的太多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這一套東西只是剛剛開始 我仍然相信它部署打擊 包括黃色經濟圈在內的所有的 政界的, 還願意留下 沒有遺留 留下在香港的人 留下來的人 還有很多依然 你可以說賦予頑抗 事實上就是繼續奮鬥努力的人 他們可能開文具譜 我們講過文具譜 亦都是支持這個懲罰咪 多謝懲罰咪, 繼續努力 所以很多人繼續去做事 不會受害怕的 那麼行政會議召集人 又在那裏粉飾太平 前部安局局長 聶葉劉淑宇經為 袁紅通緝法人目的 就是向外國示警 和警惕親友 相信行動並非針對 黃色經濟圈的 傻傻的 他的意思就是什麼呢 他當你是親友的友 喂 這些黃色經濟圈 他說這些就等於 你們那八個人的朋友 你們幫兇 你們將利用他們的地方 幫他們籌錢也好 幫他們分擁也好 然後亂屈也好 好像這樣 你拼生豬肉 懲罰咪, 幫羅冠宗 那簡直是 只虛烏有的事 將一件 只虛烏有的事 標榜出來 這樣都可以 他不會弄鬥你那幫親友 而將黃色經濟圈 都視為你八個人 其中某些人的友 朋友 點頭之交都算朋友 你認識他 你like給他 都是朋友 四海之內 皆兄弟 全部是朋友 警惕親又不是警惕親 所以 名詞定義任 舉定的 他說 只是向外國市警惕 警惕親 有 但是不是針對黃色經濟圈 黃色經濟圈 如果是八個人的朋友 或者視八個人為朋友 那是不是等於 你也要針對他呢 他補答你 當然不是 所以又不可以說 但是 直言單靠政府立場作 招來做生意 難以持久 OK 生意做得好 那些東西好吃 才會光顧你 你不要白癡 葉劉淑儀 你都沒有做過生意 你覺得黃圈做的事 是不靠他的品質 不靠他的服務去取勝嗎 不靠他的貨品 服務的品質去取勝嗎 如果沒有 他就已經倒閉了 這個市場行為 他們做得好 才會留在這裏 尤其質優價年 而且價年物美 使得我們覺得滿意的 黃色店舖 更加需要植樹母 至於支持 全世界各地都有 香港尤其多 香港多的話 希望大家能夠 多多去光顧這些店舖 因為他們才是 我們真正的同路人 我們溫存這個善念 用一個低調而冒實的方式 好這樣溫存這件事 那我覺得這件事是重要 葉劉Regina 在今天這個電視節目說 據他了解 被通緝人士 海外人 港人聚居的地方 舉辦茶會洗腦 和做出迷惑的行為 我在海外港人聚居的地方 舉辦茶會洗腦 那我問是 蒙少達怎樣洗腦 和迷惑的行為 在說誰呢 你點名了 八個人你告訴我 就知道誰了 怎樣洗腦 在一個茶會聚居的地方 會用他洗腦 和作出迷惑的行為 郵稅拉攏國會議員 呼籲制裁中國和取消聯繫會 等等 那誰呢 你各點名了 是不是 而且 不論以黃色經濟圈 或其他行為 支援有關活動 都有機會 涉及嚴重違法行為 你就是 誰給他們支援都出事 你和你割席 如果你割席 如果你割席 就可以留你一條狗命 將來再打你 再打你一條狗命 這就是他的意思 他繼續說 商戶如果明知 或認為有風險 就不應該自稱 黃色經濟圈 相信 這樣亦無在你們的生意 又指做生意靠實力 他們做生意一直很有實力 不需要教 黃圈做事不用教 還有一件事 大家都有實力 才流傳到這個市場行為 跟著 你說黃色經濟圈 不能夠自不自稱 關你什麼事 我們自由的供需定律之後 有人標榜 它是黃色經濟圈的 它這個也是 value adding的一件事 今天我同樣 一間店舖 都是這麼好吃 藍的 這間店舖 都是這麼好吃的 黃的 我一定幫襯黃的 如果這間店舖很好吃 這間店舖 黃圈都是一般好吃的 我都是幫襯黃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價值的含量 是我供需的 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那麼經濟學 經濟學 經濟學 你供應的給別人 不只是你的服務 以及你的Goods 你的餐飲 而且還涉及到 你的價值觀 是嗎 以前我在香港住的時候 我都是幫襯附近的黃店 其實我不說哪間 免得惹麻煩 黃店 為什麼呢 這個好 但我不會鬥黃 我不會說你幫襯藍店 我鄙視你 我不會鬥 It's a personal choice OK 我會盡力做好這件事 我未必一定commit 你幫襯哪一間黃店 我都不可能這樣做 這個形成了不必要的生命壓力 但是我肯定 我是力所能及知道黃的會吃黃店 這個是我基本原則 或者去幫襯不是賣食的 賣其他東西的 幫襯那些 這個是一定會的 而這件事 大家都有列印在手上 而這件事 大家才會做的了 OK 就是我們會盡力這樣做好 我們做的事情 我們當然是靠實力 就國安處通室 八名身在海外的民主派 或者社運人士 葉劉認為外國人在這個之前 或者不知道他們被香港通緝 袁紅也為了向已經暫停或終止 與香港簽訂逃犯交易協議的國家示警 你和我終協議 我和你示警 以及警惕被通緝者在香港親友 警惕你親友 不要再向他們提供資金 應用他們行為很有麻煩 有機會捲入不必要的法律漩渦 不過他指出 要和被通緝這八個人 作一般聯絡是沒有問題的 這些叫做 一口砂糖一口試 其實這些都不是砂糖 這些根本就是白癡的行為 使你講 我打電話 使你葉劉搞 是不是 我和你聯絡使你批准 要等你批准 有些奇怪 最奇怪的一點是什麼呢 就是今時今日 你說向他們提供資金就很有麻煩 喂 那我奇怪了 你說被通緝者向他們提供資金有麻煩 為什麼親人之間提供資金會有麻煩 什麼不必要的法律漩渦 這是什麼道理 是嗎 有這樣的法律 沒有聽過這樣的法律 一個人 他已經是這個 就是 就是犯了法 你通緝他 OK 他在這個地方自由流動 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你去幫他 請問 有什麼問題呢 他的犯罪行為 已經是之前發生的 所以你通緝他 是不是 而給他不錢 又不是支援他做新的 你認為犯罪行為 只不過說 他們養家 可以通廁所都要錢 冷氣壞了都要收 是不是 要飯吃的 要地方租的 那我請問這些錢 究竟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麻煩呢 所以我就說 到了這個位 還有被通緝者 要擴大 他們的喘途 所有喘途海外的香港人 全部都不讓你打錢出去 匯錢出去 什麼叫喘途 有沒有確定 今時今日 不止被通緝的人 不是八個人被通緝 很多人被通緝 我都說過了 陳家驅 劉康 一大集 我都沒有辦法去 拿這麼多人的名字 尊穆文登 很多人的名字 他都沒有辦法賣的人 那是不是給他們錢 都有問題呢 好了 你說有問題 好了 現在喘途的人 譬如說很多KOL 包括我在內 很多的評論人 今天就喘途了 很多那些 前社工 前教會人員 又是不是喘途呢 喂 如果這樣搞下去的話 究竟那個範圍 要畫到哪個位才行呢 還是不知道 所以他用這個極大的恐嚇 來推波助瀾 他自己的對自我審查的要求 這個就是真正的目的 千萬不要相信 他與被通緝者 作一般聯合並無問題 這些親友所有的電話 其實被人Buck了 會聽完他們所說的東西 所以我就說 你們本身要保重 尤其 怎樣定期去刪除 有關的一些訊息 還有用一些可靠的一些 應用程式 譬如Signal等等 他的傳訊是重要的 所以這些 全部都是需要大家 要面對這個業境的時候 去面對的方法 這個已經是畸形的社會 畸形的時代 我們更加需要用一個 比較特殊的方法 去面對所有的溝通 資訊的溝通 和金錢的交流 都需要非常慎重 他講這件事 我有時候就說 多謝業劉 提醒大家 不要亂拼錢 要拼的話 聰明一點 我不可以在這個地方說 大家知道怎樣聰明 the smart way to get the resources outside 我們不可能說 這件事給大家聽 但是自己想 OK 自己聰明 不可以 叫做被人槍打出頭了 這件事相當 傻居 我覺得有很多種方法 可以達成同一目的 希望大家 低調 武實 做應該要做的事 葉劉二十年前 擔任保安局局長期間 曾經推動《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 終於不成功 及至現屆政府強調 最遲明年一定要立法 都說 葉劉在節目之後 被問到會不會擔心立法 以抗自由 他重新落實《基本法》二十三條 憲制責任 現有保護官方機密間諜罪 這些條文字眼 和罪行涵蓋內容已經過時 認為政府有需要深入研究 及提出新法例 他又相信本港二十三條立法 並非新鮮事 相信對明年大選 台灣大選影響不大 任他說 任他說 看看是否不大 世界上的東西 不是你控制得到的 中共控制得到 所以你自己的報告為刑 你硬要推 亡國敢出現 台灣不用選了 郭台銘 那些什麼 朱立倫 侯友宜 全部提前收皮 亡國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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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出現 一旦出現的話 那你基本上 共產黨又重蹈 2019年的覆設 或者 拿來搞 所以你說這些事情 都不是葉劉這個level 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行政會 召集人 這個level 所說的東西 所以麻煩你 收聲 收皮 共產黨多得你不少 和你無關的事 國台辦的事 習近平的事 和葉劉無關 你們是時事評論人 是不是 你不斷 麻煩你收皮 還有一件事 你葉劉 說這麼多事情 其實就是 點一條紙到明 小心點 你匯錢小心 不要搞這麼多事情 其實說到尾 都是 說這麼多事情 人呢 抓得回來了嗎 喂 說這麼久 又是通緝 又是圓洪 搞這麼多事情 竟然跟我說 親友可以正常聯繫的 你不要跟他們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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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聯繫的 就是說你捉不到那幾個人 想著這幾個人 長期沽完在外 但是他們不會沽的 得不沽必有倫 很多國家 很多人 公民社會跟他們站了起 全世界 我們在外的香港人 會互相支援 互相聲援 互相傲援 你管得了嗎 你管得到嗎 管不到 於是我們用成本最低的 cheap 方法 以為可以凍嚇我們 以為透過通緝沿洪 各人一百萬 令到大家害怕 麻煩你收檔 你根本捉不到我們 他們根本捉不到我們 當然他們可以下三檔手段 找些黑社會綁你上貨輪 綁你上飛機 然後急降香港 停泊香港 然後把你送去國安處 可以這樣 送你去中國 任何港口都可以 任何都可以做 他任何下三檔手段都可以做 甚至沒有製造假意外 假車禍 搞壞你的 都可以 共產黨有什麼做不出 我不會忽視這一點 但是 你自己看看 1989年六四之後 通緝黃丹柴玲 吳爾開希 有些大堆人的 還有很多很多人 那這幫人 究竟通緝了那麼久 有誰 是被緝捕回中國的呢 你只要離開了中國 You are free 如果你基本上 你去到中 你去到其他國家裏 製造一些假意外 這些情況 我可以肯定 你會 平添 國際關係的一個變數 而這件事 將主導權 讓了給當事國 你在台灣也好 在美國也好 在加拿大也好 澳洲也好 英國也好 搞這些事情 結果就是破壞兩國關係 你就是等於1984年 蔣經國下面一個陳啟禮 就是促聯邦那些人 北聯邦的人 去到美國那裡 一槍斑斷江南 那你結果就是 牽涉到當時 列根總統很生氣 要逼蔣經國 不可以再傳給他的兒子 要結束他的一人專政 死後要讓民主台灣出現 這個是美國因為江南案 而改變對台灣的政策 改變對中華民國台灣的政策 而你想想這個改變 你想想 很多國家想 很多敵獨裁很害怕 而共產黨已經是不害怕 很囂張 很拔虎 但他都怕會破壞到 他原先打那盆棋 如果他突然之間 平添了這個變數 最後反作用力 是他無法控制 而這件事無法控制 風險共產黨是不做的 除非你告訴我 我知香港議題已經不習慣 全世界覺得香港人都是垃圾 香港人不值得他們 這樣呢 我們就是個problem 但如果全世界覺得 香港人就是要 站立香港人 fight for freedom 而仍然認為這件事 是一個barketing trip with PLC CCP regime 這件事就會繼續下去這樣做 所以我們香港要溫存 這件事很重要 為何要把香港這個時事 香港的問題 要世界關注更加重要 是保護自己 保護他人 如果我們成為孤兒仔 沒有人管的話 就相當大問題 所以他不是很害怕 他很不喜歡 很生氣 為何八個人 在其他地方 當他趴趴走 去到處 不同的人 可以左右逢源 這個就是 不知八個人 有很多被通緝的人 將會被通緝的人 結果就是 什麼呢 就是 他說的 社長 他說完之後 發爛宅都要收攤 發爛宅之後 都要用這件事 來尋善去鎮壓 香港裏面的人 所以看到五個人 只是開始 而警方都已經說開始 無論葉劉怎麼粉飾太平 說些派平的說話 說些愚綿綿的說話 其實硬的事情 會繼續陸續有力 是會打擊黃圈的 是會打擊 正如的政黨 留下來香港的人 是會繼續 一層一層打擊下去 這個是不會改變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這個是我們面對的事情 我們要謹慎去處理 當然 在這個時間 我們知道 今天是7月9日 八年前的今天 中國展開709大抓捕 悲劇至今都未結束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 Facebook透露的資料 是這樣的 2015年7月9日 也是八年前的今天 中國政府展開了709大抓捕 大規模 逮捕打壓近250位人權律師 和人權活動者 時至今天 有人仍然在獄中 有些人出獄之後 仍面臨恐嚇和騷擾 例如 人權律師黃泉璋 他在2015年8月3日被逮捕 直到2018年7月 嘉嘉才知道他還生存 並且被拘留在天津 他遭受不公審判 2019年1月 當局以莫須有的顛覆國家政權罪 判著他有期徒刑4年半 去到2020年4月5日 他終於莫得釋放 卻受到嚴密監控 無法真正的自由 人權律師余文生 他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判著4年有期徒刑 去到去年2022年 是獲釋的 去到今年的4月 他和妻子許驗 在前往歐盟駐北京大使館 的途中被拘捕 有報道指出余文生 被控危害國家安全 許驗就面臨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 人權律師江天勇 因為顛覆國家政權罪 被判著2年有期徒刑 由2019年獲釋以來 他一直被軟禁 並受到當局嚴密的監視恐嚇和騷擾 人權律師李和平 因為顛覆國家政權罪 被判入獄近2年 去到2017年出獄之後 他從住住住住屋的地方 被強迫遷離 去到今年6月 他和家仁因為涉嫌 危害國家安全 而被禁止出境 人權律師李玉涵 2017年他因為 尋釁滋事罪被拘捕 之後一直被拘留 2022年他受到秘密審判 目前仍在等待法院的判決 儘管他患有心臟病 當局仍然拒絕 他的醫療保釋申請 我們必須聲援他們 中國當局必須停止 鎮壓人權律師 和為人權挺身發聲 而挺身而出 又想行動的人 希望大家密切關注他們的情況 好 我們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